我们这个上线是在世界上是最大的 你看我操作这个资金 它不是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 也不是用一种小的狭义的思维方式 我是用的最宏观的金融工具 像外汇跟指数 这个是容量很大的 第二呢 我想问你的方式很特别 很宏观 就像我是一个国家的负责人一样 像这样一种事情 这在金融市场上是可以这么做的 对吧 你在一个社会 人家认命你就不行 在市场上它有这样一个 你只要有钱 对吧 你判断正确 这样的话就 并且是宏观性的判断 所以的话就比较有用 如果你像 像你任何一个财长 或者一个国家 像美国的总统 他看问题的方法 如果我们看同样一个问题 我保证不会 你到电视里面看 保证不会压于他那个 你任何一个政治精致问题 我说没直线呢 这句话人家可能会有question 这个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直线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top 最大 最宏观的 你看我写文章也好 想问题也好 做事情也好 都是从最宏观的角度去发展 探索的 最宏观的 比较 非常好 希望你按赞